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拉斯维加斯的中国城 因为现在好多中国人都搬离加州 要逃离加州因为税太高了 所以很多都搬到了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因为距离洛杉矶是最近的一个地方 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城是以圣唐时期的建筑设计为概念 融合了这个西游记为主题的一个建筑 意味着每个华人到达西方的这个里程 这里提供了每个中国新移民的日常所需 这个在华人的发展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这里离拉斯维加斯赌城的大道 拉斯维加斯大道不足五分钟的车程非常近 拉斯维加斯就是一座旅游城市 然后没有别的自助产业 全靠旅游业 像华人来这个地方他只能做什么呢 就只能上赌场里边去上班去发牌呀 这里有专门的发牌学校 在去年之前的话呢几百美金就可以学习 然后半年毕业以后呢 就可以去到这些小赌场工作 每年呢年薪呢大概在五六万七八万美金 工作几年以后换到在大道上的大赌场 年薪就十万美金以上还加小费 而在这些赌场里面工作呢 福利是非常好的保险全包 而且包全家保险 你get到了吗 在这些赌场里面工作呢 我看人生了 如果我来看你 我看你想要去晒筏 我看你去晒筏 我看你晒筏 我看你晒筏 我看我把你晒筏 我看你晒筏 你晒筏 我看是你晒筏